后代也会对我们竟敢无法了解压榨动物是不道德的行为感到无法理解 不提不若非 英国小说家六二 如果我们能学着去关爱其他的生物 就会学着去关爱自己的红味 那我们就终于可以重拾人性了 巴利莫维特 加拿大作家六三菩萨安德考心常在内心滋生茁壮 这些都远超过教会和学校所教导我们的东西 在教会和学校 我们通常学到的是一些见解 狭窄盲目 无知和无爱心的教义 告诉我们动物没有意识 没有灵魂 也没有被尊重的权利 动物之不过是用来当宠物 让人遭他窝窝和奴役的约翰米尔 作家六四法律和公正的约束不应该仅限于人类 就像人爱应该延伸到每一种生物身上一样 这种人爱精神会从人心中真正流漏 就如同泉水会从流动的喷泉中涌出一般 布鲁鲁达克·勒扎斯 其腊哲学家六五一种剑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